学习着昨日的炒热 在经历长相逛 两灯食堂小吃路旁 似乎还有他的情 很开西文的观众 我叫台湾 我们从比利是过来的 我和我的家人开一个农场 在贵州 我们一定来贵州 二十年了 我们来中国 零二年 我从小一定想开一个农场 我就很喜欢工作在外面 跟动物一起工作的 我爸爸他叫Patrick 他是五十八岁 我妈妈叫Hattie 他是五十五岁的 他就帮助我们做法案 这些东西 我也有两个兄弟 一个是我小弟 他给我们一起带动物 他也就在这边 我还有一个兄弟 他说哥 我哥现在就回国了 就给我奶奶和爷爷一起 但是他也很想同学的 我们选贵州 因为我妈妈的姐姐一定住在贵州 所以我们过来找她 贵州是很漂亮很漂亮的 天气也是很好不太热不太冷的 我们爱中国爱中国的人民 来到中国 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情和优算 他们也给了我们更多的朋友 如果我们还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赶紧 赶紧 在这里 我们不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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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那不是 我们自己开农场 自己工作在农场 环境 纪念致湊 纪念 我们开一个农场 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开一个农场,不过就会很漂亮 现在一定有几个样子的土地,慢慢大一点,慢慢大 在我们国家全部是放在棚子里面的,不是放羊的 有很多机器就放在农场上面 因为在比利时就全部的农场是更小更小,比利时也是很平的 以后这边就是有很多山,就不是羊的 在早上我们来农场,我们就看鼓舞,看一下他们需要什么东西 看一下他们肺炎,给他们喝水,这些东西 我们做完了这个,我们就羊子农场吃了,以后我们就拿下来的,以后我们就有好一点的地 很像我们过来这边,就受激凉的 我知道更多的朋友看,像这种生活是孤独五味 但是就每天过来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小羊球鸡,就每天脏一点以后很开心的 我想农场就可以脏很大,以后我和我家人就可以住在中国 就一直可以住在中国 谢谢你的广情和爱,我们还会尽力让农场更好 谢谢大家